音乐界一年一度的盛世 2017南投口琴节 在南投县文化局盛大登场 知名的口琴重奏乐团 演出各国的民谣老歌古典乐 及爵士乐等等的曲目 带来一场非常棒的音乐饗宴 南投口琴节至2005年伴侣之今 已经迈入第十届 以章河国小为中式学校 在地传承形成一股风气 今年除了集结 南投县内各级学校展现学习成果 也邀请到知名口琴乐团演出 让学生观摩学习技巧 我们南投的口琴 可以算是全国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兴奋 因为很多地方 他们虽然也有不少人在学口琴 但是都属于个别式的个礼物比较多 我们南投因为有一个口琴协会 同时我们透过张和国小 作为一个种子学校 培育非常多的老师 张和国小也是在历任校长的推广之下 渐渐有了基础 那么我们张和国小是 承办南投口琴节的主办学校 那我们也广邀了 大概有14个表演的团体 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孩子有更多的表现的舞台 南投口琴节活动 总召集人郭嘉远表示 希望借由口琴节的活动 让艺文走入生活 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音乐的熏陶 也能够提升线内艺文气息 其实我们南投的小朋友出去外面比赛 也因为他们能够看到高水準的演出 也都能力提升非常多 那也能够提升我们这边家长对于口琴的认识 等等艺文发展这样子 让这些老师们能够进一步在地来传承 同时来教导很多的口琴的学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政府部门乃至于民间 透过学校教育能够向下砸根 南投口琴节 云游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由李孝敏老师引进校园 陪伴学生走过重建岁月 用音乐抚慰人心 已经超过十多个年头 每年培育出数以千计的学生 口琴教学从校园生根 今年演出团队多达24个乐团 400人共襄盛举 让现场观众沉浸在美好的音乐席里